希望他就给我几分钟就行 我不会这样他太多时间的 如果他就是不喜欢我的话 说完之后我就可以走 可以吗 来站到你的位置 站到你的位置 接下来是李泽平的告白时间 姜春你知道吗 见你第一面的时候 其实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喜欢你那种特别幽默 笑起来特别甜甜的感觉 可是之后发现你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开始往脸上涂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穿的那么少 还抽烟喝酒 你的父母怎么办 你因为一个男人就这么 多了自己吗 就算好你们分开了 其实我其实也可以关心你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 或者说没有立场去关心你 但是你每次在我这买酒的时候 我真的很担心你 我不知道我以什么方式来关心你 所以说我只能想到 想到跟你去发展信息 我并没有说想冒生你的男朋友什么的 今天你可能会拒绝我 难道你拒绝我 我就像你一样堕落吗 到处抽烟喝酒 我就说这么多 我希望你能 希望你能接受我 就算你不接受我 我也希望你过得好好的 好吗